海超客 大家好 我是品味大叔 任来风 既上次啊 我的黄金炒饭 给大家感应都非常的莫烈 而且也非常的通常 今天要教大家另外一道鸡翅的家常料理 就是香肠 花椰菜 铜酱 意大利面 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食材 今天选择的是海超客的辣味香肠 它这个辣味香肠啊 它的层次非常分别 而且它是香 不是那种麻 它是香辣 所以它这个拿来做这道意大利面 可以增加这道料理的一个层次感 然后像我们最基本的啊 玉米笋 花椰菜 洋葱 然后我们今天是选择这种酸酸甜甜的红酱来做 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 大人也喜欢 我们今天选择的意大利面 像这种宽面 因为它吸汁 它会吸得比较彻底 吃起来酱汁会巴的比较多 西式的料理 那我们当然要有一点不一样的香料 像我们这个新鲜的奥利钢 如果你们买不到这个 很简单 你们可以用九层塔来取代 还有我们的这个回箱子 如果今天你们酱汁里面有加一点回箱子的话 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去把它的香味做出来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煮啦 现在开始的话就先带大家来怎么做 像我选的这花椰菜 一般我都喜欢用手剥的 台湾很多妈妈都喜欢把那个皮去掉 因为我们等一下红酱大概会小炖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皮不需要去掉 怕等一下花椰菜会过于软爛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直接用手剥就好 然后像一般啊 你们这个花椰菜的菜心 你们都会丢掉对不对 千万不要 它这个等一下下锅 经过软化煮的话 它会非常的美味 花椰菜心主要的味道都是在这个菜根上面 好 我们简单的把它切成小块的就好了 等一下可以一起把它下锅熟 好 我们可以加一点盐下去 有没有 让它保住一些它蔬菜原本的色整 我们海涛客的辣味香肠 我们现在直接把它放进去 好 我们就直接让它下去煮 然后把它转蛋 好 直接让它滚 稍微来帮它辅助一下喔 等一下拉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切一下蒜头 然后我会拍一点点盐 再把它压一下 等一下 它那个里面的蒜汁跑出来下去炒的话会更香 好 OK 洋葱 洋葱的话我们半个就好 好 然后像我们这个蔬菜啊 稍微把它做软化 你看它设成多么漂亮 就是要给它加一点盐 然后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有味道 好 我们的香肠 有没有 哇 颜色很漂亮 然后像我们一般香肠的话 这一次香肠我们就不切片了喔 我们直接把它切块 吃起来会更有口感 我们现在要开始煮酱汁了喔 好 我们先下一些油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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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我们的辣椒 记得我们这次辣椒我们不会下太多 因为阿姨说因为我们现在选择是辣味香肠 我们只要有点颜色 去调配它的颜色 然后让它吃起来另外一个辣椒的香味层次感就好 所以我们辣椒我们不要再太多 好 我们现在就要下蒜头喔 稍微大概让它拌炒一下 好 像我一般的话我会捞到一点高汤 味道会更美味 不多可以放一下我们的香料 奥里肝叶 因为它有点酸酸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加一点汤 去中和一下它那个酸味 稍微加一米盐 像我们现在啊 这位可以看我们可以一边煮面啊 一边看我们这样子慢炖 其实这个感觉真的是很疗愈 我们现在要加秘密武器 一般像这种70分 大概30克 好 我们的面已经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面捞过来咯 装盘咯 这个简单的花椰菜香肠红姜意大利面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试吃吧 又到试吃的时间了 我跟你讲这段时间是我最爱的 我刚才在那边煮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把那个味道一直往上串 往上串 不都说我们直接来吃 我们直接来吃这个面 上面巴的满满的酱汁 好Q喔 今天的主角 这个辣味香肠 它真的不是普通的香肠 像我之前在做这个啊 用的是德式香肠 一直都是吃那种烟熏味的 但是今天来点不一样的 这个吃起来它是那种香辣的味道 炸口不辣喔 吃到这个香味会穿在你整个口上里面 欸 希望今天大家喜欢我这一道 香肠花椰菜红酱意大利面 这一道它很特别 我们今天选用了台式的辣味香肠 来跟欧式的料理做结合 所以它其实搭配起来是非常的合 如果刚刚的动作太快 或是有看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往前拉 如果有喜欢的话 可以被期待我下一次 再教大家做的料理 甚至你有比较想要混的 特别喜欢的料理下面也可以留言 我这边都可以帮你做解答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